接下來是由比林帶來的Cold Facts 真的假的 嗨 大家好 回來了 好 選舉在一起 我們真的被假訊息淹沒囉 然後那個沒有交過朋友的話 請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在假訊室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假的訊息嘛 然後這個時候你只要把它分享給Cold Facts 真的假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機器人就會告訴你 可能的回應是什麼 好 但選舉在即我們有非常多假訊息 比如說趙少康當時競選台北上失敗的時候 吞了3億元的黨部競選結餘額 超級熱門喔 新黨還為此就是出來開了一個很大的記者會 然後再來就是吳欣穎的雙重國籍問題 跟小比金的雙重國籍問題 在選舉前這樣的選舉真的是不生美劇啊 然後同時還包含的就是戰爭同步人 然後還有就是賴欣穎的小孩都在美國 但他居然讓台灣人上戰場 還有就是台灣人要選美國人當副總統了 這一些假訊息在選舉之前多到不行 好 我們要如何幫助大家 我們每天都可以都知道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回報訊息 同時會有一千個活躍使用者跟一百個以上的興趣 就會進入資料庫裡面 同時我們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很積極的志工幫助我們 非常感謝大家 每一天我們都會自動進行很多的回覆 今天我們要來徵求一個紅魔協作者 大家的幫助可以讓我們活得越來越好 大家一起來稱為機器人的訓練師 同時我們也需要有寫作者來幫忙看其他人看回應 就是幫忙做review review完之後呢 這些訊息就可以讓大家得到 那除了就是假訊息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有很多就是 對機器人的訓練師當天 選舉當天會有很多就是關於投開票所 就是政治問題的一些錯誤訊息 比如說說開票不能是舞弊 或者是那個我們的信項裡面都是隱形墨水 隱形墨水會假裝你投了A 但其實你要投B 或者說你不應該要找上去投票 找上去投票的話 那個票就會被做掉 像是這樣 中選會的那個怎麼又是不透明的紙箱呢 實際上本來就不可以是透明的紙箱啊 因此呢 然後這一些假訊息會還有就是在 影片裡面會有說什麼 有那個投票箱會有人投票 諸如此類的假訊息 其中要幫助我們 我們21上次已經準備了一個 台灣選務謠言比例 專門就是針對這次的 作票陰謀論選舉跟選制的謠言整理 希望大家幫忙 我們希望可以用科技補助韌性 同時如果你寫review 或noj 請你參考看看我們的Groofers issue 這都是一天就會兩個小時 就可以完成的程式 所以比如說我們要加一個愛你 我們要加一個連結 我們要加一個A標籤 真的很想希望你們可以幫助我們 然後 如果你有在使用就是我們還有就是Generative AI的Data Data Analytics跟Machine Learning 使用我們還有把東西放在報報臉耗金費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然後很簡單就是Covac Covac 然後 然後 作為一個閃密議程委員的召集人 我希望大家多多投稿啊 我們已經把時間延長 我真的很需要大家 所以我們也提供一個之後 我們也提供了一些英文版的 在第二天